8月11日12时15分左右 上海徐家会站气温达到40.1摄氏度 这是上海惊吓的第六格40摄氏度加 同时也刷新了极端酷热天数的历史记录 虽然正值暑期 但由于当天天气相当炎热 以往居民小区中最为热闹的游乐场等区域 狂舞宜人显得特别冷清 此外无论是在小区内还是马路上 意义随处可见有成片树叶枯萎的情况 记者注意到在骑行的人群中 大部分民众都做好了防晒的工作 尤其是正在送货的外卖小哥 几乎每人都配备了冰袖 不少人的脸上满是汗珠 工作服亦被汗水浸湿 据介绍上海自1873年有气象记录以来 从共出现20个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天气 其中2022年达6天位居历史第一 其次是2013年的5天 在这之后分别为2017年3天 1934年2天 2016年2天 2009年1天 2010年1天 今天已经是我们第6个40度以上的这样的酷热天了 应该也是在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的 应该是排第一位了 已经超过了2013年的5天 我们现在目前来看呢 这个富罗泰高压还是维持比较强盛 可能未来10天还是有这个高温天气 包括可能近几天 可能都是会在39到40度这样的 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就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帮助降温 截至8月11日 上海今年夏天已出现38个高温日 其中大于等于37摄氏度的酷暑日达到22天 大于等于40摄氏度的极端酷暑日达6天